投票日逼近 外界传出民进党台中市长候选人蔡奇昌 将在最后阶段辞去立委一职来冲刺选情 但对此台中市长卢秀燕说 自己不是要为蔡奇昌解套 而是真心觉得蔡奇昌不需要辞职 蔡副院长不需要辞职 因为蔡副院长留在立法院担任副院长 为台中发声 为台中争取经费 我留在台中市继续拼建设照顾市民 我想这是对市民最大的利益 不过对于卢秀燕的看法 蔡奇昌表示 过去自己替中科争取几百亿预算 并为台中会展中心争取四十多亿经费 但这些建设进度是零 市政府甚至不愿意出钱建设 拼再多预算给台中市政府 卢秀燕也做不了事 再拼再多的预算给台中市政府 他还是做不了事 所以只有选出一个有执行能力 有行动力 可以跟中央充分配合 否则中央要给台中 台中执行不了 中央要协助台中 台中不愿意配合 那选这样的市长 台中永远不会进步 蔡奇昌表示 自己如果当选 会将这些事情一一解决 不过台中选情紧张 蔡奇昌周二晚间也再度举办造势大会 总统蔡英文第十一度到台中辅选 和副总统赖清德压轴致辞 新唐人亚太电视 秋天喜黄雁玲 台湾台中采访报导